香蜜陪伴了我们一整个夏天 虽然已经大结局还是满心的不舍之情 紧密蓄奉甜蜜在一起 而作为反派的穗河不仅疯了 还被胖虎吃的 即使之前让观众恨得咬牙切齿 而穗河的这个结局实在是令人心疼 而在六日晚如意传中 贤浮宫动物园园长高贵妃下线了 连院子里的孔雀 穗河都不高兴 为高贵妃哭泣 哈哈哈哈 这只漂亮的孔雀不是穗河吗 原来是被胖虎拉去贤浮宫的样子 穗河更是直接喊话高贵妃饰演着童谣 穗河会替娘娘守护好贤浮宫的 看来穗河这是要上位变穗贵妃的 不过穗河公主 你可怜鸟族都护不住 又抢不过紧密 在这宫斗之中 可要万般小心了 看你这宫斗指 着实不高不高啊 穗河在评论区继续发力 自感穷到去如意组搬砖 我常常因为贫穷而感到和你们格格不入 不说了香蜜盒饭里完 我的去隔壁如意组继续搬砖 哈哈哈哈 穗河小姐姐还真是逗婿可爱吧 那就祝你的真身在如意组蹭盒饭快乐吧 随后高贵妃前来恢复穗河 我说孔雀怎么那么美 原来是你变的 不得不说 穗河小姐姐是真的挺漂亮的 演技也在线 网友更是直呼 就连变成孔雀真身 也是演技爆棚啊 忍不住想去看如意传了 不过穗河的真身到底是个什么颜色呢 网友也是跟小编有一样的疑惑 毕竟在香蜜剧中 穗河并未献过真身啊 底下根屏也是惊涕 天戒白的 魔戒绿了 说不定是红的 已成火鸟 穗河的欢喜冤家铺驰君 自然也不会错过此等好戏 神回复穗河 跟穗河开启了斗图模式 上演相爱相杀 斗笑众人 铺驰君给孔雀 劈了个皇冠 却调侃 秃毛 稀稀拉拉 没 还真是够狠 宫斗太可怕 孔雀毛都要被扒光了 实力吐槽 实力吐槽的 真是香蜜女孩的快乐源泉啊 惹了网友纷纷喊话 穗河对回去 不能输 纽纷路穗河 如果有一个做太后的一幕 就可以当皇后了 还有一部分网友 看到穗河的波文和评论 纷纷留言表示 穗河难倒 不是只会为了表哥乎 你便心了 哈哈 穗河无处不在 我们穗河不是被吃了吗 咋又复活了 其实这才是穗河的真正结局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大家闷了那么久 都没有说 值得穗河去隔壁巨组了 去走走过场 哈哈哈哈 打破次元毕了的感觉 第一次看到了穗河的真身 要跳戏的节奏 穗河小可爱 吃可爱 长大的小姐姐 热心长雅 召唤燕又 来和你一起守护 反正 她也没事干前 浮宫里有红穴 应该有葡萄吧 应该还有鱼吧 再问一句 养不养蛇王一飞 穗河 1995年6月14日 出生于北京 2013年 好入北京电影学院 表演学院 2017年1月2日 于迪丽热巴 盛一伦 李希瑞等 共同出演漂亮的李慧珍 在剧中饰演韩雪 这是且第一部影视作品 一部影视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